历史上那些被造谣造得特别狠的人 我选了两个 曹操、赵狂音 这跟苏定芳那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苏定芳、潘美 这属于后世的小说演绎编排 但是你像曹操啊 从裴松之驻三国就开始了 我们现在不能说裴松之在造曹操的谣 但是呢 这些事确实是裴松之传的 你比如说曹操姓夏侯 人家曹丕 人家曹操,人家本家都说了 我们祖上就姓曹 曹操的后代 我们先看几个所谓的曹操姓夏侯的证据 其实就是因为裴松之说了一句 松,就是曹操的父亲 夏侯氏之子 夏侯敦之叔父 太祖与敦,为从父兄弟 但是我们看裴松之引用这个史料的出处 无人所做的曹满传跟事说心语 一个敌对国家写的东西 曹满传 你听这名字 不太尊敬嘛 你还指望这书里能记你什么好 其实曹操很多黑史料都是这书里出来的 然后左政就是三国制 把曹家跟夏侯家列为了一个传 就是夏侯诸曹传 另外一个就是夏侯敦 在曹魏这边官做的最大 大将军嘛 当时曹人是票级将军 中曹魏朝夏侯家在曹魏政权里的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那这些都是所谓曹操姓夏侯的证据 但是我们是否要看三国制作者陈寿 人家是怎么说的 太祖五皇帝 佩国乔仁也 姓曹惠曹自梦德 汉相国残之后 人家说的很清楚啊 人家本家也说了 陈寿也说了 三国制的作者陈寿 被誉为粮食 惜字如今 他不确定的事情 绝不往上记着 他是宁可不记 也不能记错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二十四尸体最薄的就是三国制 那我们看曹操为啥对夏侯家好 有几个原因嘛 三国制记载 曹操起兵的时间 夏侯兄弟就跟着曹操 你看啊 太祖初起 敦长为皮将 从政法 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敦为司马 也就是从曹操开始起兵 人家夏侯敦就是二把手 人家属于这种 代资入股的 原是股东 再有就是 夏侯诸曹传说的很清楚啊 两家世代殷亲 就是说两家几百年相互联姻 就是我家的女的嫁你家 或者你家的女的嫁过来 其实我给大家说 最主要是啥吧 古人过忌啊 一般先从本家找 曹家可是一个大左啊 家里人非常多 他不可能去外姓过忌一个 所以说啊 人家本身就姓曹 不姓什么夏侯 宁教我父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父我 承受的三国治理 没这句话 首先我们说啊 杀没杀 吕伯说一下啊 那肯定是杀了 因为很多史料啊 都记载了这个事情 但是啊 没有记载这句话 只有晋朝孙圣的杂记里 记载了这句话 而且呢 被裴同志给住进去了 他说啊 曹操当时说的是 宁教我父人 修教人父我 咱就退一步说 即使人说了 人家没说天下两字 而且以我们看曹操的情商啊 不大可能当着人面 说出这种话 曹操之所以形象啊 变成奸雄啊 就是因为这些事嘛 但其实我们看三国治 曹操在前期的形象 是非常正面的 他表现出来的形象 就是为了心中的理想 我要堪平战乱 一个英雄 还有一点吐槽一下 这个裴同志 他驻三国治 固然使这个 承受的三国治 可读性变强了 但是有个问题是啥 他相对来说不太严谨 他什么史料都往里面塞 他不太鉴别史料 他自己就说了嘛 当时 当时有一种这种说法 我就把它注进去 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赵匡胤 准确来说呢 其实不是造赵匡胤的谣 是造他地理赵匡胤的谣 就是 俯生竹影嘛 其实这个事啊 宋史压根就没记载 其实人家说的很明白 鬼丑西地崩于万岁殿 年五十 很多皇帝他都没记载死因 都是一句 什么什么时间 地崩于什么什么地方 就没了 你不能因为人家没记载死因 你就给人家编个故事 那我们看看 这个谣开始是烟造的 它的出处啊 是一本叫做 香山野路的私人笔记 人宗朝时间啊 一个和尚编的 咱也不知道啊 和尚咋知道这事了 其实我们看啊 这个事情啊 逻辑上他也讲不通 因为时间对不上 根据虚与自治通鉴 跟司马光的这个 宿水记文记载啊 当时赵光义 他是不知道他哥死的 就是皇后发现赵光义死了 然后太监王继恩 去找赵德方继位 这太监呢 他直接跑到赵光义府上了 把这事告诉赵光义 这样赵光义才进得功 也就是说 这太监他要不去告诉赵光义 赵光义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何来谋害一说 而且当时赵光义 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的反应是 大惊 然后呢 犹豫了半天才进攻 现在很多网友说 其实就是谋害的 我听到最搞笑的一个说法 是下毒 我们看 当时的一个情况是 他俩在一个屋子里喝酒 喝到二半夜 他哥死了 他没事 那怎么着 喝酒咱俩还一人一个胡 自己套自己的 有人说了 那事先吃了解药 或者是事后服了解药 那你告诉我 宋朝什么解药 什么毒药 这么神奇 这是春城的搞笑吗 其实啊 赵光义开始 就我是作为赵光义接班人培养的 我们看每次赵光义出去打仗 赵光义都是监国 知开封福尹 也就是预备着 赵光义如果在外边出什么意外 这边赵光义就继位 赵光义为什么迟迟不离太子 五代时期啊 那种乱世 多少老皇帝死了 小皇帝镇不住的 当时赵德方已经16岁了 虽然 但是没用啊 就赵德昭20多岁 也没用 真的镇不住 五代时果 五个朝代 加起来一共53年 平均下来一个十年多点 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 赵光义所要考虑的 首先是他们整个家族 那赵光义 他后来有没有要传为给他儿子的意思啊 那当然有 随着他的儿子们慢慢长大 他是有这个意思的 你从他要迁都到洛阳就能看得出来 迁都洛阳啊 除了安全考虑啊 还有一层 就是我要把政治中心 从开封搬到洛阳 你赵光义 东京留守 你就留到那儿吧 所以我们能看到啊 当时对这个迁都反对最激烈的 就是赵光义 咱们在这儿说啊 大家为什么爱看野史 就跟现在造谣一样嘛 列奇正史 有时间读着非常枯燥 乏味 你憋点离奇的 那可毒性就强了嘛 就是这个原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